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孩子在幼儿园也是唱歌 那是不是现在他在幼儿园都不能唱歌 其实他在幼儿园唱歌和专业的声音训练是不一样的 幼儿园学唱的儿歌 它基本上都是自然英语的歌曲 没有对他的声音进行一些特别的训练 而幼儿园学唱的儿歌 也肯定不会超过儿童的自然英语 往往就是在一个八度以内的作品 那么如果你希望孩子在演唱上有更多的发展 那就需要跟随专业的老师学习演唱的方法了 专业学习声乐的年龄 一定要根据孩子的嗓音成熟状态来决定 而老师必须要根据学生的年龄 嗓音成熟 嗓音发育阶段来制定相对应的恋声和曲目 你比如说儿童从五岁开始声带发育完整了 语言能力也逐渐完善了 但是有的孩子就有例外 直到六岁的时候可能声带发育才完整 所以这就需要专业的老师通过孩子的发声啊 或者演唱啊 来辨别这个学生是否可以开始专业的训练声音了 第二个误区呢 就是演唱的作品 我们有很多的声乐老师呢 把一些成人演唱的歌曲呢 降一降调 甚至把原调就直接给孩子来练习唱歌 你知道当孩子在变声期前的时候呢 无论男孩还是女孩 他们的用声呢 都是soprano的音域 也就是女高音的声音区域 所以说在变声期前的男孩子啊 可以在高声区域自如的演唱 而且音色也基本和智能的女孩子音色呢 差不多 所以呢 我们也把它称作男孩子们的演唱黄金期啊 但是呢 正因为男孩女孩们都可以轻松自在的在高声区的演唱 所以很多老师不假思索的就给了孩子们一些成人歌曲演唱 他往往忽略了成人歌曲的音域是宽广的 很多时候还超过了两个八度 孩子们无法在这个声区呢 自由切换 所以孩子们唱歌的时候经常会有打磕吧 长期这样的训练下去呢 孩子们的声音既不会得到及时到位的声区转换的训练 又没有机会练习到适合自己声音的一些作品 所以说错误的曲目选择呢 不仅浪费了孩子的训练黄金期 也毁掉了童生阶段最好的音色和天赋 很多老师甚至不知道有英文的意大利文的作品都有适合孩子的版本 无论从歌词还是调性都是为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专门挑选的 所以呢什么年龄阶段 什么样的嗓音成熟程度 孩子的声音训练在什么样的阶段 那么唱什么样的作品 这每一步都是科学的专业的理论知识 所以我在这里呢 很想提醒很多的声乐老师 一定要更新自己的知识 尤其在教小孩子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随随便便和马马虎虎 第三个常见的误区呢 就是语言的训练 对于青少年儿童时期的孩子呢 训练他们的语言和培养音乐的素养 是最好的黄金期 很多家长肯定也发现了 孩子们越小呢 学习语言的速度就越快 而且他们对新的语言呢 有非常强烈的学习欲望 完全没有压力 而用各种语言来唱歌 那就更是最便捷又开心的方式了 这样的黄金期 如果老师呢只教唱中国歌 那你是不是会感觉 他错过了全世界呢 你知道对于青少年儿童呢 有适合他们的各国语言的作品啊 英文的意大利文的德文 法文日文 俄文西班牙文等等等等 我们韩奥普尔有很多学生呢 可以非常流利的 对意大利语的歌词 法文的歌词 发音和演唱 而没有任何学习语言的压力 他们都很乐在其中啊 每当我给他们教 各国语言的发音的时候呢 他们就感到非常的兴奋 哎呀我又学到一种新的语言了 很有成就感 所以这种自信力也逐渐的建立了 当很多家长来面试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我 孩子学了两三年的声乐了 可是呢只会唱一些中国的流行歌曲 这让我无言以对啊 我真是为我 真是为了 温断 uf